現在我們就來看第三種,那種有範圍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樣,您找到這邊 加號之後,我們找的是第三種Range 把它點一下,您就進來了 有沒有感覺前面的設置方式都一樣 什麼名稱,然後呢,你的頻道都不是好 來,我就開我的臉盤這樣 點擊 像我這個亮度,我用T3 我們往下走 因為它是一個Range 所以,在這邊,您就要給它圓形的範圍是多少 我們剛剛講的流敏不是零到一千嗎 我這邊就把它指定,零到一千,然後後面加上流敏 後綴字,加上一個流敏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數值太大 你自己在內的轉換就好了 就是我們在衛如BIT裡面的層次,我自己去轉換 把零到一千,轉換成零到一百,這樣也OK 這樣變成說,它那個指針的移動就會比較明顯 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呢,你要顯示的顏色,有看到嗎? 這邊是做一個顯示的顏色 這個顏色指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亮度,我就用藍色的 溫度,不知道是不是用紅色的 或者用黃色的,都OK 所以我可以從顏色上去做一個區別 剛剛在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名稱 我這裡就是用中 這樣是不是整個就看得很清楚 後綴字這裡也出來了 可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就是它那個這個啊 你字太多,會不大OK 會塞一下 當然就有點被刺到 就會少掉一點點 所以可能你那個長度 長度如果你真的覺得零到一千太多 你就稍微把它轉換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吧 既然這裡都有了 我就來傳送一下 我是用到T3 所以現在這邊 從屏到這裡 我就不是接收 是不是要從這裡傳送出去 那跟剛剛一樣 因為我會用到開發板上的元件 所以我不能像上面這樣直接廣播 因為這樣我抓不到板子上的那個流氧的資訊 亮度的資訊 所以我必需要把它放在這裡 網路廣播 從頻道發送什麼 但是這個發送 因為流氧跟溫度 是不是會不斷的在改變 所以老三記得 重複 對不對 要有一個重複 待會我再加好了 我先把這個頻道的名稱先加進來 好 T3 但是呢 我發送的時候 我不是發送這個 我是發送開發人裡面 偵測的 它的流氧 這個 把它塞進來 這個就不用了 這樣這邊就有流氧進來了 可是我剛剛講 這個我必須要不斷的重複 放進來 塞進來 那建立老師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有比較多的資訊 待會可能它會有另外一個 需要不斷重複的 所以你的那個背景執行 必須要勾起來 比如說我們有說 它會變成 城市只有卡在這裡 其他的後面都不執行 好 後面又不執行 所以這個 背景執行 必須要留意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 來 執行一下 好有沒有發現我的數字已經改變了 現在是220 來拉上來 有沒有這邊在變那邊就在動 是不是就同步了 這樣OK嗎 因為我的是左邊的 所以它最高最高應該是到1000 所以其實老師我們今天不用拍照板可以玩了 很高興 因為用假的就可以玩了 可是其實還是那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先知道真的東西之後 你會突然發現原來資訊可以串在一起的時候 有設備只是為了要使用它的那些所謂的感測元件 那沒設備的時候 用模擬的 也可以模擬去很多東西 這樣 這樣 所以如果我要判斷的話 假設有太多 比如說亮度不夠 可不可以順便開燈 可以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邏輯判斷加進來了 來你看看 我們再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邏輯 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 老師有需要我先把我現在寫的整字 先分享給大家一下嗎 我先分享一下 好 這樣子 如果說您剛剛沒有跟上的話 沒關係 馬上分享 我看一下 我放在 放在哪一頁 我們剛剛講到 按鈕開關嗎 不是 因為這個我沒有 我放在 89月下面 我放在89月 您稍等我一下 現在還沒有 做到跟我一樣的進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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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把我現在做的 這個 如果 現在 還沒有 做到跟我一樣的進度 沒關係 你就直接打開 但是等一下 你會送到我自己來嗎 呵呵呵 你的頻道 那個 您這坑 這個後面 你可以自己改了 這樣找到了89月 好 你看看 我們來做 這個邏輯的判斷 如果 如果 太暗了 我就把燈打開 太亮 我就把 燈關掉 所以我來判斷 如果 這裡 就是 流明 這個流明 假設 大於 等於 我們找 數字 數字 對 對 對 如果它大於 500 好了 如果大於500 我就把燈關掉 把 這個 LED點體證 關掉 但是各位 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 手機上 不是有 這個開燈的嗎 有沒有發現 手機上不是有 這個開燈的嗎 請問 如果我在這邊 經過判斷之後 這裡 真正的燈關掉了 請問 手機上這個 要不要一起關掉 這個 不是 應該會變成 像這個狀態嗎 如果 亮的時候 是不是要順便亮 這樣比較合理 對 所以 我可不可以送一個訊息給他 但是你要注意 送訊息 這個是由誰 負責的 是不是T2 所以我就 告訴他 我要送一個訊息 來 我們 下 我 不只把它關掉 我還發布一個訊息 叫T2 剛剛我們提過 他發給我們的訊息 不是0跟1嗎 0是關燈 1是開燈 所以我就把0送給他 這樣是不是可以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只是 做得比較嚴謹 就是我通知你的時候 我也順便通知你 順便通知你 那是不是所有裝置的狀態就一致了 反正都是廣播 好 那 相反的 相反的 如果 假設了 我就用否則就好了 也就是他小於500的狀態下 我就把 LOD燈 我們上面這裡 LOD燈 我把它打開 然後呢 一樣 向這個頻道 發送一個訊息 小於 所以我就開燈 我就送1 我就送1 來我們試看看 這樣 我們來看看 到底 這樣能不能成功 按下去 現在 我的流名 請問 現在流名是多少 是226 所以 比500還小 燈有沒有打開了 右上角燈不是打開的 這裡 有沒有亮起來 有 然後你看我們的 手機上這裡有沒有亮起來 這裡亮起來了 那我今天 把這個 亮度 拉拉拉拉拉 超過 來你看一下 這個燈有沒有關掉了 關掉了 這裡還沒 有 這裡比較慢 是不是也關掉了 所以這樣OK 對 那我再 拉拉拉拉拉拉 拉起來 好 比較低的時候 那裡開了 等一下這裡會亮 兩 這樣OK嗎 突然不見了 是數字比較接近嗎 不太恐怖 蛤 不太恐怖 有點 那個 會不會是有的 因為你們跟我的素質不一樣 因為現在有人在用我的 我用我的也不太恐怖 有會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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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看看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無線式的執行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 這個 太過頻繁 我們可以先 怎麼樣 先等幾秒 不要讓它一直 那麼快的在傳遞訊息 就是做一次偵測之後 我再等一下 做一次偵測等一下 會這樣 會這樣嗎 哈哈哈哈 因為它預設了這個無線式 執行 它的頻率 我都沒有記錯 我看整隻馬面好像是 0.05秒一次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頻率太快 我們就可以 所以 像這樣手段 讓它 就是等待一點 直接再做 比較溫柔 快的 真的 傳遞 OK 好 來我們再停止一下 我們的直線 我們試看看 好 現在燈 這樣亮起來了 那我幫它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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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來照樣一下 沒有 可是我發現應該是 現在有人 跟我說 哈哈 用同樣的 所以我這個數字 會 那個 穿掉,打開 有 兩 關 有啊,這樣就比較OK 只是我這個數字現在好像 這樣 那裡沒有分的變 OK 溫度是一樣的 道理 所以溫度來 給老師自己做看看 換你自己先做看看 溫度也是一樣 如果溫度太高 可不可以乖風賴 通知 給你試看看 把剛剛所學的通通加起來 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做爬馬燈 救人喔 這樣的話我們 就可以把 把之前的這些東西 通通都整合在一個 這樣的一個 面板裡面 所以雖然我們只是 用模擬器的 可是你真正板子插在那邊 意思是一樣 如果你是用雲端板的 如果你想要執行這個程式 我們 之前有講過 它有一個叫做雲端部署 對不對 右上角這裡 更多這邊 有一個叫雲端部署 但是 前提是你用WiFi 模擬器不行 模擬器本來就假了 不要跟人家去做雲端部署 這樣你怎麼好意思 對不對 本來就假了不會偵測到什麼東西啊 這樣雲端部署沒有意義 所以呢 你必須要透過WiFi的連線 透過WiFi連線之後 雲端部署 你的網頁 可以關掉 電腦可以關掉 你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我去接收這些環境資訊 這樣您清楚雲端部署要幹嘛 雲端部署主要不是要給你做互動用的 主要就是他去偵測這些環境 我不斷的偵測 那至於說偵測到數值 你要怎麼用 那就是看 你另外的接收端 我要怎麼樣去使用這些資訊 就要幫你把買買好 就行了 我們方有點正確猪 就 剛剛